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陳柏惟等人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案 為提升我國護照辨識度 建請院會作成決議等案 請議事人員一併宣讀提案內容 本院委員陳柏惟、王定宇、林俊憲、林一錦等15人 查我國護照封面登在我國國名為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並交出臺灣 長期照成果人持護照旅行學 受到所有國際知識界 容易與中國產生混淆有證明之利藥 用護照為各國家兼可認清國民之旅行文件 國民為各國所決定事項 非屬單位或國際組織決定事項自主當然 雖國際民航組織規範護照 應登在真實國民 故我國護照封面及資料頁 均擔在我國正式的中文及英文國民 為該等國民如何稱呼英勇國決定 而非由國際民航組織決定 護照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護照除執照人衣指示於填寫相關資料及其名以外 非權的機會不得算自增山圖改或加蓋圖桌 且護照條例設行系則第三條規定 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鎖定 不得擅自增山圖改或加蓋圖說 只不得擅自在護照封面及內頁 為影響護照原狀之行為 事故依據該條例及施行系則 過去由我國國民以臺灣國護照貼紙 支配護照後面之中華民國 Republic of China 字樣 虛偽影響護照原狀 仍產生如吻警官提出知識法性疑慮 用以臺灣國護照貼紙 仍非維持護照監文國國民證明其國決定方式 同條例第一條規定 中華民國以下檢身護護照 申請和放棄管理 以本條例辦理 乃援引我國憲法鎖定知國民 為在任何委書正憲法間 若更動護照上知國民為臺灣臺灣 而非以將屬臺灣字樣 除符合國際現實 非當然產生違憲問題 亦非涉及立法或修法 因立法院執行行使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提醒本院作成如下決議 政府應立即發行更改我國護照封面 及個人資料業國名為 臺灣臺灣執行本護照 以提供民眾選擇使用原版或新版護照 是否有道成功決定 本院民進黨黨團 鑑於護照為國人 國際旅行重要之身份證明文件 藏我國護照封面登載我國國名為 中華民國Report World China 雖在2003年將說台灣 已與中共有所區隔 但是我國護照仍是有贊物認為 中國近來因中國隱匿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檢測武漢肺炎 在其國內陣疫情導致武漢肺炎撕裂全球 至今也造成數百萬人確診 數十萬人死亡 進而使得全球經濟一大衰退 引發世界各國對中國 對中國大家踏發 也平傳亞裔人士因此遭受歧視 而我國人入行貪污時 更常因護照封面文字 稱哪造成貪污無法清楚辨識 進而被誤認為來自中國 未避免與中國混淆 或被國際社會誤證來自中國遭刁難 原請做成像決議 行政目門應就如何進一步提升 我國護照是台灣 臺灣辨識度研提具體作法 以維護國人專研 以及確保國際旅行之便利安全 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宣讀完畢 依照立法院執權行事法第八條第三項 規定本案經提案人說明提案直去 大體討論後 及議決交付審查或清貨合讀 或不予審議 請提案人陳柏惟委委員 說明提案直去 請提案辭委員 前文總統我講過沒有人需要為了他的臨道來度限 臺灣是一個幸福的國家 幸福表現在鐵貼上面 鐵貼我們的國民 鐵貼我們的國民出國如有的自由 鐵貼我們的會物出到世界時 可以讓人認罵是臺灣 並且減少有可能 因為五歲臺灣和中國來三星的衝突 這就是一個幸福的表現 所以推薦到貨車改名 它有四個好處 四個原因 第一 它的必要性 因為現在全臺灣在揮霧 我們的公共衛生 豐益的效果 起到全世界時 因為我們的國名 因為我們的護照 甚至因為我們平常在使用一些國營的需要 有中國的利會向五歲 我們是中國 不是臺灣 所以在基準海關要好 因為可能相對比較有經驗 但是在一些普通市場飯店 來做到的分級 中國強化化選 選團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們臺灣必須要有一個台度 來明確跟世界說 我們臺灣跟中國不一樣 第三 在法律上 國名的表現 由我們臺灣人自己決定 沒有規制到憲法的變形 可以有過多的選擇 所以我們這次的公共案 是希望說 除了有新的一個臺灣的護照 如果可以保留過去這個 Republic of China 看好臺灣的方式 讓人民自由選擇 它比較介意的 它比較林動的那個護照 第四 護照是國民如有的邊境 國民不希望 向動作來來主義China 所以在這個很多民調 尤其到最近 相對官 今年二月底的時候 有百分之八三點里的人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也就是中國人的 只有百分之六點七 現在臺灣主流民意 有超過八成的人 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所以我們要拿China的護照 才有辦法這個出國 真明顯這是含臺灣的民意來討論 所以 待遇政治 就是要反映到國民的意志 我們的政府也應該想辦法 來照顧國民的訴求 提出護照的方便改名 也就是揮引到民意的期待 我們提出的版本也保留短信 民眾可以選到 你要使用新辦的這些古辦的護照 相信可以照顧到 大家人的訴求 蔡英文總統說 沒有人需要為到 他的林董度限 我們的認為是 The Republic of China 這句話上面 長期以來 有人關心China 有人關心Republic 有人關心這三個里 現在是一個時候 我們開始關心臺灣了 感謝 謝謝 繼續請提案人民進黨黨團代表 中嘉賓委員說明提案之趣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本次的公決案民進黨黨團主張 有關於國人出國使用的護照 長期以來 大家都已經很習慣 上面標注著 以漢字寫的中華民國護照 並加注英文 Republic of China 和Pasport 那這些的字樣 再加上呢 在國徽法當中 並沒有明白登記 必須放在上面的國徽 所以就構成了國人出國使用的護照 也形成了國際間對臺灣的認知 在2003年 由於Republic of China 上面的China 讓國人出國頗受困擾 常常誤以為 跟對岸的中國 是來自同一個地區 尤其最近武漢肺炎期間 中國的旅客在國際間 處處遭到海關 甚至其他相關人員 認為是帶有可能性的傳染源 因此國人也在這裡受盡了委屈 在2003年 當時我們加注了臺灣 以便其他國家的海關人員 或其他查驗本國護照 我國護照的其他官員 能夠清楚的識別 我們是臺灣 我們不是China 但是呢 隨著時間的推移 仍然最近史有所聞 國人在外 一直被當作來自中國 而可能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歧視 因此呢 在這武漢肺炎期間 在業黨也提出了 希望對護照的封面 外觀 應該更加去凸顯 臺灣 臺灣 這樣的意象 民黨團認為 以目前護照條例 以及護照條例 施行細則 並沒有到具體規劃 應該護照封面上 應該呈顯 是否包括英文 其實事實上呢 大家認為護照上啊 都要有英文的這個 習以為見的觀念 其實跟事實是有出路的 全世界198個國家當中 非英語系的國家有156個 其中呢 有將近5成 有71個國家的護照上 沒有任何的英文標示 因此呢 臺灣的護照 國人的護照上 是不是要標示著 Republic of China 有這個China 這樣的字樣呢 其實並不一定 甚至 有些國家的護照 連國名 都沒有具體的標示 像瑞士的護照 以瑞士的四種官方語言 加上英文呢 標示的內容 就是瑞士人的護照 因此 在我國人的護照上面 如何去凸顯出 臺灣的意象 比如說 有人主張 要放上臺灣的地圖 其實 潛力也有 薩爾瓦多的護照 上面 就是放著 中美洲統合體的圖樣 中間標示著 薩爾瓦多 國家的地圖樣貌 所以 護照的外觀 到底 到底要不要放入英文 到底要不要放入圖灰 到底可不可以放上 國家的地圖形象 每個國家 各自有其作法 目前 國內的法律 沒有任何 明文的規範 因此呢 有鑑於國人 在國際旅遊 時常遭到 跟China 混為一搖 混為一談的誤解 因此民進黨團 在這裡提案 申請公決 希望呢 要求行政部門 未來在每年 護照定期的 增心的時候 能考慮在下次改版時 能夠放大台灣 台灣的意向 以便國人出國旅遊 不會再遭到誤解為 是來自China 來自中國 也讓台灣的國際形象 更加的清楚 台灣能夠幫助國家 幫助世界 成為國際社會的議員 在這裡 我們主張 請大願公決 謝謝 現在進行大體討論 依登記順序發言 並截止發言登記 請王定宇委員 謝謝 謝謝副院長 立法院各位同仁 有關護照的封面的表徵 他造成的誤解跟損害 在最近這一次的 不管是COVID-19 或者你稱之為武漢肺炎 都可以看得很明顯 比方說以義大利來說 義大利給台灣 是歐盟以外 8加1個國家 可以快速通關 可荒謬的是 他禁止航空公司的時候 又因為把台灣認為是中國向下 禁止我們的飛機降落 越南也有 菲律賓也是 還有很多很多的國人 拿著我們自己國家的護照的時候 常常要解釋 I come from Taiwan Not like China 不是那個中國 這樣子的誤解 輕則是個人覺得必須一再解釋 重則會影響商務或國家的利益 而去處理這個問題有兩個層次 如果要處理的是國家定位 國家名稱 它是一個四分之三 國會議員席次 剛性的票數的硬性規定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處理 它的識別標誌 足以區分 對外可以辨別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 所以本席在這一次是有提案 但基於我們執政團隊 要給予彈性處理 儘速處理 也希望黨團能夠施加壓力 讓行政團隊能夠正視這個問題 我們先把案子hold住 希望看到行政團隊 盡速來完成這個區別 怎麼區別 國家的定位 國家的名稱 必須凝聚最大的共識 我們同意 我們要尊重有一些 也許它對台灣兩個字 還不能接受的人 但對外的區別 區分 我相信在台灣多數人 對外當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跟台灣的時候 我們都是以台灣來自稱 以辨別這兩千三百六十萬人 我們生活的民主自由的不同 所以在護照的處理上 過去就有兩個版本供選擇 比方說我們原來的護照有 issue by Taiwan版 跟只有中華民國版 那在未來如果有兩個版本 這個版本我覺得朝野各黨可以坐下來談 中文你留下中華民國 對外的標示英文用台灣 對內最小爭議 對外足以區別 來解決現在對外難以區分的困境或者負面的意象 不要我們做公敵做到無法補起 我們的捐輸 我們對國際的貢獻 被感謝的對象卻是北京的中國共產黨政權 所以有關護照封面的區別 我們對內我們慢慢形成憲政共識 但在還沒有達成憲政共識之前 我們先用對外區別的方式 來最小分爭最大區別 謝謝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競付二讀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本案競付二讀 現有民進黨團提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我們做以下決議本案交付黨團協商 並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繼續進行